我们先建一个新的module 按右键new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module名称你自己取一个 中文名称也OK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要把那个档案开启之前讲过了 如果说我们是下载 这边有个档案 你可以怎么样把它open起来 open他之前的话 我是建议按右键 你可以把它编辑一下 那你可以先确定用那个记事本 先另存新档看一下 他的编码方式ansi 如果ansi的话 你encoding就不用加了 因为他预设就是微软的编码方式 就不需要 所以你如果要开的话 那这个地方等于复习 就是F等于open什么 open那个路径 那个档名 那个档名在哪里呢 你可能要跟他讲一下 如果说你不把它搬过来的话 那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上面路径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档名的前面 有没有还记得吧 然后斜线 那如果是很长一串的话 加个小R 表示说呢 这个小R意思是说 你就不用后面一直加反斜线 因为这个反斜线的话 你每一个都要拖一次元 每一个都要变两个 所以呢 你如果不加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加个R就可以了 加R要加在前面 然后呢 你如果要读取的话 逗点加一个什么R的模式 所以后面的话 你就可以加一个R就可以 表示说我要读取 那读取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enter之后呢 跟他讲说我要读到哪里 那有没有还记得吧 因为他里面是 一个一个 一行一行 所以如果希望把它怎么样 一个一个读到 一行一行读到一个串列里面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List1等于什么呢 用那个F 点 它里面有什么ReaderLite 就读一行一行帮我读取 ReaderLite 加S ReaderLite 然后呢 可以帮我把它 先读到那个List1里面 然后再把那个List1print出来 OK 后面下面就有这个 这边就有一个print OK 那就把那个什么 那个List1print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意思就把它读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样应该OK 还记得吧 这个东西一定要很熟练 因为以后这些东西 如果会的话 三行就会搞定 读党的需求 OK 执行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执行一下 然后他就帮我把 所有的档案通通读进来 读到一个什么 读到一个串列里面 这个串列里面 就是他的栏位名称 加一个换行 然后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那如果说你将来呢 要把它一行一行 全部输出的话 那你就跑个回圈 有没有 For each each什么呢 each line 这个List1里面 他就帮你把它全部都读 应该还有印象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不是要读党 因为读党 你每次都要点一下下载 然后下一次要点一下下载 可是以后你 假设你根本不用开浏览器 也不用去下载 直接就指向它 有点像是用Python 自动 有点里面就是一个浏览器的功能 自动帮你抓下来 自动去帮你丢到资料库 你可能 而且最好是什么 一段时间自动去帮你抓 你电脑打开的情况下 自动去排成就好了 那就根本就不用再 有人在那边做了 OK 那更自动化 可不可以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做 不然的话 那如果每天你要去抓什么固定的资料的话 那你岂不是真的 你每天都要去开浏览器 然后每天都要复制贴上 才能办得到 那现在不用了 现在是全部自动化 而且以前的话 你可能只能看几个网页 如果你写好程式 你要看几千档的资料 全部都可以 只要连线就可以 不用开浏览器 有点像Python自动 就帮你开浏览器了 在背后自动帮你抓资料 那岂不是简单多了 这种其实真的是必要学会 如果你 所以如果你学会跟没有学会 那效率我想应该是差十万八千里 而且以前是要有一个人在那边做 现在完全不用 时间倒自动抓 时间倒自动抓 而且自动做报表 自动显示视觉化的资料结果 有没有 画个图 就像那个枢纽分析表做完之后 自动帮你把图做出来 自动寄到你信箱 或者自动 跳出讯息告诉你结果就好了 那这样不就很OK 如果说背后你 假设还有很多客户 自动就丢给他就好了 看用什么方式 他简单 有没有 那就会有那些机器的 自动服务 那其实就可以变成一个商业服务了 你可以做service 那个有价的service 有些像我看有的网路还蛮贵的 有没有 每一个月要缴月费缴年费什么费的 OK 那其实背后就可以用这来写 只是说这个我们 要逐一逐一的完成 也许你刚开始没有自动化那么厉害 不过慢慢慢慢的 你可以逐步逐步的让他变得很自动化 那很自动化之后的话 也可以慢慢变成比较有智慧化 所以AI真的不是一处可及的 我是觉得AI可能有个阶段性 也许还是要在那个自动化的前提下 你猜到办法智慧化吧 你如果连自动化能力都没有 你怎么智慧化得起来 那有时候都喊假的 对不对 根本连程式都不会写的人怎么讲AI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AI好像就有一个基本门槛 就是你基本就是要回写程式的人 所以以后可能有个 应该不是可能 我觉得一定的 因为现在国中小慢慢大学 他把程式设计列为必修 必修是不分科系 不分你是读什么 你基本就有点像以前国文英文 数学是一定要修的 现在程式设计也是必修的 你连逃都逃不掉了 以后如果不会程式设计的人 变成就跟现在语言叫文盲 以后叫什么 叫程式盲 我不知道 那你说可不可能 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现在很多人 真的连手机都没有的人 他连智障手机拿出来都觉得假装在那边滑 看他其实明明就没有滑的功能 他干嘛在那边滑 他可能 我不知道 所以这种就是一种世代落差 对不对 那以后的话 变成你们如果慢慢没有跟上 你就是会有个落差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其实我发现 Python它慢慢能做什么 就是可自动化 就是把以前你在 Essal里面做那些动作 变成可程式化 一行一行一行的动作 可能以前Essal里面你可能做了100个动作 他就是帮你写成 可能不用100行了 你可能就是写个几行 他就是帮你把以前Essal里面那些动作全部处理完毕了 而且还可以自动化 那将来如果你要让他有智慧化 你可能在夹一些可能记录让他可以修正的功能 程式有自动修正的功能 OK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读取 接下来如果说我要把网路上的资料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把什么 把一个模组先给 import进来 它叫request request这个地方就会加一个S 那这个感觉上也蛮有趣的 拍照里面都有很多要加S的 像那个什么ReaderLine跟ReaderLine 有没有 所以很多地方他都有这种 如果你要抓很多个 你就是要加复述 那这边的话request 不过你会发现现在是红色字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执行 他会跟你讲说 你这里面你的电脑里面没有一个叫什么呢 no module 没有一个模组 叫做request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是哪里呢 其实在最下面这边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python里面的library 在这个library里面的话呢 我们没有把它装进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要教各位怎么把它装 就是他这个东西其实是已经在 可是是在那个python的那个网站上面 我必须要透过语法去把它抓 抓下来 那怎么抓e 第一个呢 请各位找到我们的之前安装那个python的3732的路径 应该还记得吧 python的3732 打开它 第二个的话呢 点开这个scripts 这个这个目录 然后呢 那里面就有个叫pipe的东西啦 那主要就是通过这个pipe去帮我把就是request把它安装起来 那安装的话 现在的话 两个方法 一个是手动 图形化界面是有 可是我不太 因为今天我揣一下 好像那个图形化工具 在这边好像可以用图形化工具安装 我看一下 这边是可以安装 所以我再找一下 因为今天找了一下 然后没有找到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用语法的方式去把它装起来的话 第一个啊 请各位找到3732这个目录 2的话 它里面有个scripts的目录 请你在上面路径点一下之后 输入一个语法 叫cmd cmd的话呢 其实enter的话 它会跳出类似像那个dose的 就是文字的题 就是你要在这边下一点命令 命令提示的一个画面 这有点像以前的dose 那请各位要输入一个语法叫pipe 因为我是透过这个pipe的程式 去帮我安装 空一格 打一个install install就安装 然后空一格 再把那个request request 意思是说帮我去从网路上下载这个request的 这一个模组 然后他去确认一下 如果你电脑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把enter一下 理论上应该只要你拼字没有拼错的话 应该会成功 enter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a pipe install pipe install 里面呢 因为这里面可能装了一堆东西 这边有个环境变数 环境变数里面指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是要到那个目录里面去执行那个命令 结果里面有装了很多次的python 所以他可能只到一叠 我刚刚看到那个一叠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刚刚那个方法行不通的话 还有第二个方法 我这边有把它贴上去 环境变数的设定方法在这里 你如果pipe install不行的话 你就可以执行另外叫python的python 然后呢1-m 然后后面一样 但是特别注意你执行的位置就不一样 你执行的位置呢 可能就要到那个python的根部下去执行 就是说如果刚刚那个方法不OK的话 你可能就要换一个方法 你又不是在script这一层 是在python3732这一层点一下 一样打cmd 然后这边就会有个python 就执行它 透过python去执行pipe 再去下载 这个是方法二 不过理论上应该第一个方法 如果行得通 你就不用第二个方法了 OK应该可以知道那个意思吧 只是说要自己打程式 可以自己要打一下 然后在这边打cmd 那再来的话就是 再去执行这一段程式 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的话 就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用python执行安装的动作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后面都一样 只是差别是在python执行 还是在pipe执行 反正呢 我们最后是可以看到 有安装成功的画面就OK 我刚刚已经看到它 有没有看到它在跑那个 download的画面的话 那表示应该呢就成功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踹一下如果这个不OK的话 接下来呢我们就试一下 用request 理论上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跳那个 有没有 no module这一行 表示是有 但是它有时候更新没那么快 有时候要关掉 重开 它才会出现正常的 相用正常 顶多是一个waring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 理论上不要红色就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在利用request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要再增加两行趋路就可以 第一个就是利用那个request里面 有一个get的方法 刮壶之后的话呢 后面呢就把什么 把这一串 就是你里面就放什么 刮壶 然后里面就放两个双引号 这两个双引号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台北市的开放平台上面呢 看到那个 就是公有市场的行情 对不对 里面不是一个下载 我刚刚点左键是下载 点右键有没有 可以复制它的连接 也就是说我以后要自动化了 我不是每次都要点 每次都要点才会下载 那不是太浪费的 所以直接按右键 复制这个连接之后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连接贴到 这个后面就去就可以了 记得哦 这个看得懂吗 因为只是很长一串 后面的话就是 双引号里面刮鼓了 然后就把这一串放在这边 那他会帮我把它get回来 把这里面的东西 丢到html这个变数里面 放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放 就是刚刚 就是那个csv里面的东西 OK 所以那个csv里面的东西 就基本上就长这样了 按右键edit就长这样子 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再来的话 还要告诉他说 我的编码方式是什么 因为从网路上捞下来的话 可能是UTF发 不过我刚刚看一下 是不是UTF8呢 好像不是 因为他又改了 之前是UTF8 我另存新档看一下 他是ansi 所以你coding的方式的话 就要改一下 之前开档的时候 如果他是用ansi不用写 但是如果网路下载都要写 如果不是UTF8 那就什么 cp950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但你不能打ansi 那个名称的话 是微软取的 这个是Python里面用的名称 叫cp950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html这个物件里面的文字部分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底下的话 我就写了一行 帮我print这个里面的文字部分就好 把文字帮我print看看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这个print的动作OK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你资料已经下载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呢 虚拟就下载下来了 而且下载下来的话 他就是帮我把刚刚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全部把它get下来了 那get下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怎么样 再来针对他里面的资料做整理 那并且跟那个资料库做串连 所以里面可以看到什么 第一个是他的抓下来的东西 第一个是日期 然后他的项目吧 那你可以针对这里面再去分析 再来待会就是要把这四行再结合资料库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把网路上的资料下载下来 其实最关键就是这个request request然后用get方法抓下来 编码方式可能要把他就是给他正确的 然后print他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如果刚刚你那个pipe install有成功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把它顺利加抓下来 那如果没有pipe install如果没有安装成功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试试看我刚刚讲的第二个方法 用pip就是要先 再到那个python3732目录里面执行CMP 然后呢多在pipe install前面多 比如说叫python1-m-m 然后一样后面一样pipe install 那这样的话一样可以把它抓下来 另外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用图形化的 不过那个功能我之前有找到 但是现在又突然忘记放哪里 不过至少下命令应该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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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